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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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欢迎收看巧妹讲电影 我是巧妹 今天带来的影片是一部风格相当诡异的日本魔幻电影《再见乡舟》 它是四山修斯导演的作品 这部影片被誉为日本版的百年孤独 因为里面很多情节都是相似的 它讲述的是整个村庄的钟表都被偷走了 没有钟表的村庄怪事不断 后来钟表被找回 村落却不复存在了 惠子和舍吉是一对近亲结婚的夫妻 一直备受村民议论 惠子的父亲为了避免惠子怀孕 就给他带上了一个奇怪的东西 这让舍吉被人嘲笑不是个男人 一边是父亲的遗嘱 一边是自己的爱人 惠子该怎么抉择呢 故事的开始 一个男人拉了一车钟表在海边挖坑 准备将他们埋掉 而男孩站在旁边帮助他 把这些表扔到坑里 男人告诉小孩 这样村里就只有他们家有钟表了 男孩在钟表的声音中熟睡 画面一转 熟睡的孩子已经变成了一个成熟的男人 这个男人叫做阿牛 这边 村里的村民说着惠子和舍吉的八卦 舍吉是惠子的表哥 他们是近亲结婚 村子里传言 近亲结婚的人将来会生出狗头婴儿 夜晚 年轻的惠子和舍吉正在约会 两人正高兴时 舍吉发现惠子被他的父亲带上了贞结所 惠子的父亲已经去世 所以没有人能打开贞结所 惠子也表示不能和舍吉生孩子 舍吉听了之后火冒三丈 但是却没有办法 白天干活的时候 惠子还要被小孩子调侃 挂上无耻女人的称号 小红正在和他的哥哥抱怨村里的时钟被偷 害他们没有办法知道时间的时候 惠子找上门来 羞涩的请他们帮忙 把自己的贞结所聚开 可是不管怎么聚都没有办法弄开 每次约会的时候舍吉都痛苦万分 面对舍吉的痛苦和隐忍 惠子对着父亲的照片痛哭 表示恨自己的父亲 为什么要留下这样的东西 这一天阿牛的家正在驱鬼 惠子悄悄找到奶奶 请求奶奶帮她把锁解开 但是奶奶冷漠地告诉惠子 让她清心寡欲 远离难忍 惠子准备放弃 打算回去的时候 奶奶给她塞了一袋粮食 够惠子和她的丈夫生活好几天 晚上惠子把米全部撒到地上 仿佛在发泄着自己压抑的情欲 舍吉发现惠子还没有回家 有点担心就出门去寻找 不料看到了阿牛和他的妻子 两人也看到了舍吉 却故意把动静弄得更大 这让舍吉心里非常不舒服 晚上回家 舍吉做梦 梦到了会转运的花妖女 传说把黄色玫瑰花瓣放在床上 晚上做梦 会梦到花女 以后的生活就会转运 阿牛正在院子里喂斗鸡 他老婆突然跑过来告诉他 光太郎把钱都偷走了 但是阿牛听到依旧不为所动 在他心里 鸡比钱更重要 画面一转 阿牛的斗鸡在比赛中屡胜不败 舍吉站出来要挑战 结果竟然赢了阿牛 虽然赢了比赛 但大家都调侃舍吉不是男人 阿牛笑得最为过分 舍吉没有办法忍受 一怒之下杀了阿牛 舍吉赶忙跑回家 带着惠子收拾东西逃命 两人走了三天三夜 找了一个歇脚的地方 虽然觉得不对劲 但是能休息比什么都强 结果第二天醒来的时候 舍吉发现他们回到了原来住的地方 诡异的是 舍吉看到了被自己杀死的阿牛 阿牛拿着水瓢洗着自己的伤口 但是只有舍吉一人能看到 晚上舍吉和惠子正你能我能时 阿牛就站在旁边看着他们 舍吉也是狠人 就和没有看见一样 这时一个人光着身子在地上做着奇怪的动作 原来是他做了梦了 他起来对自己的老婆说自己能够看到时钟 另一个村民和他的老婆讨论着时间 总觉得村里要发生什么事 这边舍吉能看到阿牛的鬼魂后就得了一种遗忘病 为了防止自己失忆 他把家里所有的东西都写上了名字 惠子不开心地问 舍吉有一天会把他忘了吗 舍吉深情的回答当然不会 到了夜晚 舍吉反而和阿牛的鬼魂聊起了天 阿牛死了之后 他的老婆一直给他扶桑 可能是过于思念 听着大肚子的女人对着阿牛的遗像 一直神神叨叨地说着数字 原来今天是阿牛死去的第45天 舍吉写的字越来越多 家里贴的全是字条 梦境中花神之女在湖边勾引着男人 但是靠近他的男人每一个都逃不过死的命运 现实里的舍吉拿着砍刀 把自己家的小鸡一刀毙命 这一刀吓到了惠子 惠子说他一定是疯了 而舍吉就像是着了魔一样 嘴里一直念着阿牛的名字 一条乡村小道上 一个女人带着五六岁的男孩走在路上 两人都咬着手指看上去不太聪明的样子 他们来到阿牛的家面前 他想把自己父亲的骨灰埋在人家的地里 这人家能答应吗 阿牛的母亲虽然拒绝了他们的请求 不过还是让他们在家里住了一晚 两人狼吞虎咽地吃着桌子上的米饭 回到舍吉这边 他站在一个半成品的屋子上面 对着惠子大喊把他的草鞋拿过来 惠子的动作看着也是让人着急 怎么也找不到舍吉要的那双鞋 舍吉在屋子上面像疯了一样大喊 可把惠子吓坏了 惠子害怕的把鞋递给舍吉 舍吉这才恢复了理智 这时路边来了一个老爷爷背了一车的钟表 老人表示有了钟表以后 自己就能控制白天和晚上 说着给他们演示 当钟表转了几圈后 天就真的变暗了 晚上惠子看着墙上的钟表 又看了看舍吉幸福的入睡了 女人趁着晚上把自己父亲的骨灰埋进了泥土里 白天带着自己的儿子出去玩 儿子不知道怎么突然掉了下去 爬上来的时候就突然长大了 长大的男孩回到人家家里 一脸猥琐的看着阿牛的妻子 还企图玷污人家 晚上的男孩正在喂牛时发现了阿牛的妻子在为丈夫留下的斗鸡 男孩说着刺骨的话语玷污了阿牛的妻子 妻子哭泣着说自己的身体是大作的 村民发现了舍吉家的钟表 连忙去问牧师 一个村里真的可以有两个钟表吗 无知的村民一起去舍吉家里 舍吉还在淡定的和阿牛的鬼魂下着旗 村民不由分说的上去抢表 舍吉看到他们对惠子不利 连忙过去帮忙 不料寡不敌众 村民一起殴打舍吉 最后表坏了 舍吉也死了 留下孤独的惠子一个人哭泣 惠子把舍吉生前写的字都放在了舍吉身上 简单的举行了葬礼 在一个血色的夜晚 村里又举行了极其荒唐的驱鬼仪式 让死者说出他们的遗言 让生命延续 整个仪式恐怖怪异 让人心里毛骨悚然 早上起来时 惠子发现自己身上的癥结索自己解开了 但是解开又有什么用 惠子永远的失去了爱人舍吉 惠子在屋子里擦洗着自己的身体 那个玷污了阿牛妻子的禽兽 又来到了舍吉家 没有了真解锁的保护 面对男人的凌辱 惠子只能接受 这一天村子里接通了电话 虽然只有一个 但是村民从来没有见过 显得格外稀奇 村民还以为用照相机拍照 会把鬼魂吸走 无知中透着愚昧 渐渐城市一词在村民里传开 不少人收拾行李 要到城市去生活 那个偷阿牛家钱的光太郎回到了村里 他变了一声行头 穿着西装开着汽车 一身城里人的样子 尽管外表变得光鲜亮丽 却也改不了肮脏的内心 光太郎回来的晚上 就玷污了村里新来的女人 粗鲁野蛮的本性暴露无遗 村民看到光太郎的变化 纷纷要去寻找城市 要追寻新的生活 而惠子戴着假发 化着浓妆 在村口的大炕面前歇斯底里 满天飘洒的黄色花瓣 他大汉城镇并不存在 并且都是谎言 他们在百年之后一定会回到这里 后来村民的心愿都已实现 阿牛穿上了妻子做的新衣服 惠子也有了孩子 和舍及幸福的生活在了一起 其他人都搬到了城市中 过上了新的生活 在摄影师的一声咖中 大家幸福的时刻都被定格在了照片中 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相信看完之后 不少朋友还是有点疑惑 很大原因在于 他的叙事方式并不是传统的顺序 而是通过多个碎片化的记忆拼凑 让故事本身情节与梦境相混合 展生了一种浑然天成的神话气息 这部影片其实是带有魔幻色彩的 导演大胆的脑洞放大了村民的无知 在影片最后 愚昧的人们迫不及待的去追寻城市 赶上现代化的进程 而四三修斯导演却到此为止 最后的照片仿佛在向我们告别 他借着百年孤独的外壳 表达着自己对日本历史根源的回忆 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去观看原片哦 好啦 今天的结说就到这里 我是巧妹 点点关注不迷路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我们下期不见不着 点击